刚才提到很多推拿手法 究竟是怎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试一下介绍一下 在推拿学里面比较经典的 譬如一纸禅和滚法给大家一起参详一下 现在我开始简单地示范一下 我们在推拿学里面 都经常运用到的一个基本手法 我们叫做滚法 大家都看到我的手 在肌肉上滚动 这个滚动就输解是一个条状 我们还讲到所谓线或者面 一个大面积的肌肉 是达到松解的目的 我们的要求基本就是 简单就是我们叫做要持久 要均匀 要柔和 要有力 然后达到一个滲透的目标 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比较大的面积的时候 或者是呈一个线形走向的施述部位 我们就会用到这个滚法 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用的方法 现在我们试试转一转 用一纸禅的手法 就帮你医治了 举个例来说 当你这里的肩头很酸痛 是不是 现在我们用一纸禅的方法 就是可以从这个位置 一直做到去 经过肩颈 然后输解脖部的肌肉 现在我们试试做一下一纸禅 一纸禅我们都是很多时候会用的 可以这样说 就是由点开始 然后走到一个线 我们使用拇指放在这个位置上 透过前臂的摆动 令拇指在穴位上 施一个力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一纸禅的手法 施行的时候 都要留意病人的反应 会不会力度太大 令人引起不息 或是力度太少 又不够 产生恰当的刺激 我们在肌肉 或者一个经络的位置上面 是反覆 这样我们叫做一纸禅的推法 跟其他手法的要求是一样 它叫做沉肩 聚肘 圆满 指实 掌虚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的肩膀是要放松的 针是放松沉底沉下去的 圆满 手腕的位置要放松 指实 要有力 掌虚 所以这里是没有东西的 不是握着拳头来做的 这个我们叫做一纸禅 通常我们在做这个手法的过程里面 都会一直在找一些比较 我们叫做根结的地方 我们在那个部位 都会做多一点点的时间 直到那里感受得到 受到松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移去慢慢去其他部位 刚才我们就示范了一纸禅的推法 和滚法 在未来的几集里面 我们特别针对一些常见的痛症 教大家一些很容易学到的手法 和有关的穴位 让你们可以在家里和家人和自己 输解有关不舒服的地方